再来看一下这一盆微型睡帘 上一次这一个花脸才一点点大 现在都这么大了 这个水少了好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盆上面空了一大截 在夏天让它空一大截可不是好事 因为夏天这个太阳暴晒着 然后这个水里面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尽量是要把这一个盆给它加满水 这样的话太阳即使晒过来也不会太热 因为水多就会水更深的话 底下就会更凉 现在就来给它加水 要加这个清澈的水哦 像我的这一盆睡帘的话 它的这个里面的水还是比较清澈的 所以不用怎么去换它 如果这个睡帘盆里面的水很浑浊的话 那还得经常给它换水 哇这一壶还不够 还要再去加一壶来 继续加 这个睡帘其实还是很好养的 只需要给它加加水就可以 但是很多人会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 就是这个夏天会经常看到这个水里面 有那种一潭一潭一潭的那个虫 那个就是那个蚊子惨的软 那么如果它长大了就是蚊子了 看得怪糟心 而且又会让家里多出很多蚊子来 那么出现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 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鱼 或者是加这个泥鳅进去 因为这个鱼和泥鳅是会吃这个蚊子的那个虫软的 吃掉了就没有了 刚好我买了那个小鱼苗 还有那个泥鳅苗过来 因为我的那个水池龙虾已经把它给弄走了 现在可以养鱼了 现在我就来拆一下包裹放两只进去